我們現在隨便挑一粒米出來 一小顆米 這是台灣的稻米 稻米 這個米呢 手根本都拿不住 對 稍微把它固定一下 放在那個黏土上 黏土上面 固定 然後我們把它塗黑 塗黑 因為它 刻下去就變白了 塗黑變白 我們現在拿一個鋼針 鋼針 這是很尖的針 要特殊的磨滑才可以磨出來 我們把它這一粒米稍微固定一下 要再壓下去 壓下去 它才不會跑掉 像那米那麼難處理 我們先來刻綜藝大熱門 等一下 綜藝大熱門 這五個字 一粒米 一粒米然後筆劃很多 好為難人家 金劍 那我現在就刻囉 好 你看那麼近 天啊 他眼睛是不是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些 對藝術品的一個虔誠的感受 其實這個畫面很感動 然後一件事情做了這麼多年 20幾年 做得這麼好 在這麼小的事情上面 投注最大的專注 所以那細微之處 可以看到它的藝術的一個真諦 剛剛那個狗 我知道老師的意思 火稍會融掉它了 但是反而出現了一種叫做 神韻的東西 它不是一個人工能做得出來的 剛剛看了很多 裡面很多 什麼山羊開台 尤其那個公雞 全家族 全家福那一個有沒有 還有它那個裡面 每一隻雞都有它的個性 對 它已經這麼小了 還有還有區別 對 所以是相當不容易 我是擔心 就是說因為我們就這樣介紹 對 一直聊 結果陳老師是在睡覺 假裝他在發個睡覺 不會啦 人家很認真 好了 這麼快 這樣就好了 就好 真的假的 不行 我要檢查 我真的要檢查 現在來 可以看 你要檢查 你坐著看一下 科成 綜藝黑白色之類的 沒錯 是嗎 真的嗎 真的 有 五個字都有 五個字 我有綜藝 然後大熱門這樣 對 而且字還很漂亮 我罵你來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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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 這太猛了吧 等一下 我也要看 我也要看 不可能 你看快點 等一下要給觀眾看一下 觀眾看一下 眼見為憑 綜藝大熱門 真的 太厲害 是很漂亮 我真的 夢想 一粒米 好誇張 一粒米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不勤之勤 這個已經很完美了 能不能把我們三個名字也寫上去 一粒米 那你也太不勤之勤了吧 要不要寫英文名字 現在都去電論 我再拿一粒米來寫好了 我另外再一個 但如果說這一粒米裡面 如果再加我們三個人名字可以嗎 OK的 真的假的 是可以的 太不可思議了 今天非常開心 也讓大家看到我們陳楓賢老師 帶來這個米雕 還有他這一些 精采的內容 用生命在完成藝術的一個老師 值得我們大家尊敬 謝謝陳楓賢老師 謝謝 Facebook